我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的纸不是四面红胶的纸的话 想在水彩本上直接画 又不想表纸 怎么操作 这是普通的水彩本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普通的康送纸 普通的水彩本 那我现在在这个纸上要做几个小的练习 大概是去胶带的三分之一的位置贴上 能表纸啊 就表纸不要偷懒 然后像这种小练习 怕表纸的同学 或者是现在正是没有条件表纸的同学 那么就可以用下这个简单的方法 这方法简单 但是纸在湿里以后 指纹还是会皱 大家一会就看得到 其实这边你可以不贴 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这样的边 所以我还是把下面这个有胶的地方也封上了 这样保证这个画纸的四个边的宽度 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找一个中间点 我把纸缝成几份来用 那我可能画四次这样吧 然后这个也是找一个中间点 你要是觉得你目测测不准的话 你就用尺子量 这个都没有关系 那我自己一般目测的 大家都是差 随便这样目测一下 如果大家可能需要尺子帮忙的话呢 建筑师是不缺尺子的 大家可以量量看 这里是10.8厘米 那这边是10个厘米 这边是10.5个厘米 这边宽一点 这边窄一点 那么上下14 14这两个中间分的一个毫米都不差 这边差了几个毫米 差了835毫米 这样子 没有关系 然后我这个时候用到的是平纹笔 大家又要问笔呢 这个是达芬奇 达芬奇的 Cosmotor Mixed B的系列的16号 我一直比较推荐这个笔 这个笔 技嘉宾很高 我来画什么呢 我来画几个色块的衔接 我们大家都看过视频 然后也做过练习颜色的衔接 那么我们今天画一个不太一样的色衔接 我们有的同学也画过远山图 对吧 那我们今天来做几个颜色 这颜色之前呢 我都喷到水了 我跟大家说取色块 固体颜色取色块 可以在之前喷点水 我一直跟大家说准备两个桶 接水 我自己其实一直都很暖 我用这支笔 这支笔 24号的笔来铺水 那我希望在湿纸上 做画 那么我希望这几个颜色衔接 无论是从 我一块一块的来 大家不要找一块一块的来 无论是从这个 这个 颜色衔接的这个 有色的部分和留白的部分 我都是希望它较为柔和 那我可能 我今天给大家看一条色 我用的这个 墨蓝 墨蓝色 我觉得这个颜色过于纯度高 我加了一点红 降低它的 这个纯度 然后让颜色加更深一些 那我想画的是最上面的一部分 我把纸瓶放了 我想看的这个 想看一下这个 扛送纸的水的流动性 那么这就是我的 第一笔 降低纯度 我加的是红色 哪一种红呢 大家每个小色喝的都不一样 那我大概第一笔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下面水很多 那我看它流淌一会儿 这个时候呢 我下面的部分 准备一点点 对比色 我用一个 一块红色 用一块紫红色 然后添一点点蓝 稍微降低 它的纯度 那我看一下它两个颜色的渗透 这个颜色不够重 我想再添一下 加一点 浓度 让它删了一下 要删上色 我现在发现它中间集水 没有表纸 第一个原因 那中间会积水 第二个原因 是水的多少的问题 而且跟你贴的这个 是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就这样放的 然后我来去 来操作第二块 我用了第一块的颜色 我删水了 还是纸面删水 把纸线浸透 那么这次呢 我的水稍微少一点 刚才在画第一块的时候 我觉得水太多 那么浸透了 但是水并不多 就保证 把这个布放在旁边 把水吸干 湿的 但是保证水面 纸面上没有什么积水 大家其实可以准备点 很高 然后直接跟对比色 紫色 紫红色 放在一起 颜色特别多 然后我还是找一块 深蓝 把颜色压一下 然后有一点点的 这样的 线的 这样的变化 有线的宽窄的变化 让颜色自己 融合一下 等一下效果 在这里的积水 大家看出来了 那个自己出来的 积水效果 我今天就是找了一些 我不太用的颜色 慢慢的发在 调色盒里面 觉得用的特别少 但是总是觉得不可缺少 就是因为我每次调色的时候 我可能只用一点 无论是去降低 颜色的纯度也好 还是 还是 这个 找一些 临近色 加深颜色也好 总是用得到 然后今天就 拿它们出来试一下 颜色跑色 跑得特别快 这个绿 这个翠绿色 轻转性很强 我们下车就会做出来了 我们下车就会做出来了 我们下车就会看到 感谢观看